昨天的话是讲到有关这部分 里面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们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把会员资料 未来当然不只是会员资料 以后的话你们手边应该有很多类似那种大量的资料 反正那些资料我是建议 因为会员资料只有50笔 其实玩起来比较没什么感觉 你可以找一些资料多一点的 以前你手边有的你可以拿来用用看 然后最主要目的就是未来 你如果要产生一些相关的报表 其实就非常简单 如果没有到资料库你要产生报表 说真的很难 OK 那如果说未来你要变成报表 那你也可以把它输出成那个CSV档 然后再交给那个Excel去做枢纽分析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 目前在职场上的应用应该就已经很足够了 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说 或者一般的user来说 就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学会的话 在职场上应用应该是已经很够用了 但如果说你要能够做得更快更好的话 当然就是你要再把这整个自动化流程 最好一个执行命令之后的话 那就全部报表就自动输出 或者一段时间自动去帮你产生报表之类的 那可以把后面的部分再做延伸 另外的话我们资料库是用Seqlite 我们用Seqlite Seqlite的话当然不是只有一种资料库 所以未来的话你们假设说要有资料共用的问题 恐怕你就要再去试用其他的资料库 那比较普遍的像微软它有MS Seqlite 它那个Seqlite Server 那应该已经非常老牌的资料库了 那可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费用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要使用公司内部 只要有使用到它就要授权 那几个连线就几个授权的费用 那更不要说Oracle Oracle的话 那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费用很高了 就是贵了 OK 当然大公司可以买单 但是中小企业的话 要用这种东西可能不是太有经费 所以一般的话 如果你要做到资料共享 然后又比较没有费用的问题的话 那是建议用像MySeqlite 而且MySeqlite 其实安装起来也非常简单 那装起来的话 它的档案又很小 弄起来的效率又很好 OK 那又没有费用的问题 那真的是太棒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不过MySeqlite 是有软体后来这家公司被Oracle并购 不过后来它又弄了一个叫Maria的DB 其实也是MySeqlite的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弄起来 其实用途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那这个东西呢 我也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如果你们要练习的话 其实可以找到那个云端 云端白板里面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第八个单元 就是VBA跟Python都可以连接MySeql 那以后的话这个MySeql可以怎么样 反正大家不管什么城市啦 你不管前端是VBA、Python、PHP、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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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一堆 反正全部都可以跟你共用 甚至手机也可以 手机的App 那也就是说我们全部东西都放在那边 那我要抓我就去那边抓就好了 那这样不是很OK 如果你用Seqlite就没办法 Seqlite你要跟别人共用 很抱歉 你没有这种 设计本来就一个档案 它没有权限 它没有使用者名称 username跟password都没有 而且没有一个IP位置 那你怎么去抓里面资料 就没有办法 所以以后你们要 用资料库的话 可能要注意一点 Seqlite是个人使用 给local端的 那如果你要变成server端 就是大家共用的话 那你应该要考虑用一个server型的资料库 那可能就是有费用跟没有费用 没有费用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MySeqlite 那MySeqlite怎么装最简单 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个叫SAMP的东西 SAMP就是有个懒人包 那这东西其实出来很久 一定要价站 价站怎么价 很简单 这个找到SAMP之后 安装完之后 设定好之后 你的server就弄起来了 里面server不只是MySeql 他连webserver 就是网站 也弄起来 网站上面 他也帮你把PHP 也把它加进来 Apache Apache里面的话 其实就已经有 可以架设网站的功能 另外的话也可以加PHP 而且他也把Toncat包进来 Toncat就是加JSP 所以JSP也可以 那未来当然你再挂一个 那个Python的Jungle 挂上去呢 又可以架 那个Python的那个server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就是以后 当然我是建议你们慢慢延伸 这些东西未来后端的东西一定会用到 因为你没有后端 你要怎么去share你的资料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还有网页 那或者跟手机的App串联这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话 相关的设定在这里 最后会有一个用PHP加 PHPMyAdmin 去管理MySQL 因为他有一个 就是管理界面 管理界面 他不是走那种一般Windows的UI 他是走Web的UI 就是要到浏览器上面 会秀一个UI 就一个设定的画面 你直接 当然你也可以下指令 MySQL 网络你Google一下 很多人是教用下指令的方法 有点像DOS 底下加 那他那个 不过那个东西太困难一点 我觉得用UI比较简单 那做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的话 这边我有相关的那个画面设定 那这个除了可以跟VBA串 那VBA的话 那主要是用所谓的ADO 一样Connect 其实就是Connect的物件 那做法差不多 那连线的方式也差不多 这个是VBA的Sample 那 那个Python的Sample在这里 如果Python里面的话 可能 第一个你要把 那个MySQL架起来之后的话 还要再安装什么 安装他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套件 叫 什么 PyMySQL 那PyMySQL这个东西 我们原来的那个 SQL9第一行 什么连线第一行是 Import 什么 SQL93 那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说 如果你连MySQL的话 它的第一行就是PyMySQL 差别在这里 因为有点像那个 这个有点像Driver 反正我就告诉你 Import为一个Driver 这个Driver 就是我可以跟那个Databay连线 那第二行差在哪里呢 你会发现第二行 我们第二行是跟他讲说 它的档案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它这个档案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Server的话 第二行就不一样 这个Con等于什么 这个PyMySQL也是一样Connect 也一模一样 只是后面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所以要告诉他几个讯息 第一个HOST HOST就是你的主机的位置 那主机位置的名称 或者IP位置都可以 那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用LocalHOST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连自己 所以跟他讲说 就是我自己本身 如果未来你有一个IP位置 比如说我们互相连 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IP位置 找到你的IP位置的话 你可以从右下角这边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开启网路 跟网路设定 你可以去找到你的网路的位置 新的版本长的 网路界面卡 你可以点击嘛 那你可以去找到这个按右键 内容一下 找一下它的那个 它的内容 按右怎么看 状态 按右键 状态 状态里面的话你有个内容 你可以看到 它除了可以设定之外 这边 是有一个IP位置 详细资料 对详细资料就有了 详细资料里面就有你的IP位置 有没有IPV4 位置 所以我这一台位置 也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IP位置 你就把这个IP位置填上去 然后呢 它就可以连到这一台的主机 就是说我们将来如果要连线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写到那一台 有价MySQL的IP位置给它 另外的话 Port它是走那个3306 因为我们像那个HTTP是80 然后FTP的话是21 那 MySQL它走的Port 走的那个Port不一样 所以这个Port要指定给它 然后而且你防火墙可能要关掉 如果你有防火墙 把3306 关掉的话 那它也没办法临线 这可能有问题 那其他的话什么User 就是它的使用者名称 预设我好像是用ROOTS 一定是如果管理者是ROOTS 当然你也可以开账号给其他人 然后Password给他 另外的话它里面的DB DB名称就是Database的名称 另外一个Chatset 它的那个什么编码方式 预设呢 通常都是UTU吧 OK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连线 后面其实都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也许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把它慢慢看 那我看一下我的那个 那个这个东西 另外的话那个SAMP的懒人包 这个这个版本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把它放在我的其他的补充资料还哪里 我待会找一下如果有的话我就把它放在可能是安装环境 还是哪边然后提供给各位 你们就可以拿列以下在这里 OK 有没有SAMP 这个SAMP的话呢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一 把它下载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照这个步骤 就是下载下来之后 就是下载下来之后 解压缩也许解到低跌底下 解到低跌底下 你不要还有多一层目录 尤其是中文的目录 这个好像跟中文有充分 所以你按右键解压 解压缩也许解压 再多致辞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MySQL很快就架起来了 那架起来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前面我们那个SQLite的范例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那等于是说本来是在单机的 马上就可以变成 就多 就是内部网路可以共用的 未来当然你不是只有Python可以用 其他任何的其他的语言也都可以连他 未来当然你如果要跟手机去串的话 你可以借由Web去把资料做Share 这个我想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把它提供在这里 OK 再来的话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 就是说 这个讲的差不多 我们再来云段白白里面 我们第五个单元就是讲到资料库 再来第六个单元在下面 因为这边我把它拆开很多段 因为这边网路 截取资料部分 复杂度比较高 所以我把它拆好几段 像我们开放资料抓去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开启这边 那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安装那个Request 这个Request 有点像是什么 像是我们那个开档有个 那个File物件 那File物件的话 我们open 直接它因为它内建的 直接open就可以了 但是Request不是内建的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去把它安装起来 那安装的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会透过这个Pipe Pipe这个执行档 去帮我们从Python的官网上面 去帮我们把那个套件抓下来的动作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有一些套件是官网上有 你就把它抓下来就好 抓下来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预先都没有装 比较进阶的套件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去装外部套件 就可以去延伸出很多东西 因为官方的东西太多了 它的功能太多了 如果你每个都会用的话 其实你会解决非常非常多东西 那至于它有哪些可以用的 其实你们有空的话 我讲过Library Reference 上面一堆 光那些我说真的 我光看我完全看不完 所以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来看一下 哪一些我可能还暂时没用到 如果有空的话 就把它抓一下试一下 上面都有答案 其实用的方式流程都差不多 只是说可能没有用到 你就不会刻意去把它拿来用 如果刚好比如说像可以找一些机会 安装的方法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Python的方式 就是因为这边你们如果看书 书理人会跟你讲说 我们会有一个环境变数要设定 但是我们电脑每次都还原 你的环境变数早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重新设定环境变数的话 因为环境变数要设定 我这边有图 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的设定 如果说你不想要设定环境变数的话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什么 直接到那个目录去执行Python 回就好了 环境变数只是说帮你把那个目录 直接建成D-Force 你不用打那个目录 它就会自动找到目录里面的那个Python的执行档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我们如果不见环境变数 我直接到那个目录里面去执行指令 也可以啊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有些书里面 因为我们环境经常都是还原 所以也许可以避开这一点 反正我们到任何环境就直接执行就好了 怎么做待会再看 请各位也许可以先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那个第八个单元 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把它加上去的 串联买是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学至少一种那种 所谓的这个Server型的Database 至少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买Seql一定要会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MSSeql也可能装一下 因为它反正 它有一些那个 什么 Communation 有一个免费的版本 你也可以拿来做测试 或者是Oracle也是一样 Oracle它也有一个测试的版本 你也可以拿Oracle 其实用法都一模一样 第一个你要去找到它的套件 第二个的话就是设定它的 像它的那个IP位置 跟它的透号 还有就是usernames 这些讯息加上去之后 管它后面是什么资料库 那你就可以连线 那跟它沟通的语言都一样 就是用那个所谓的Seql 你要做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方法大致当一模一样 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 以后不管你说你后装 资料库 换成什么 那也都不是太困难的 反正就换一下 像我们以前 可能公司没有Oracle 就只有Seql 所以测试的时候 就Seql 测一测 然后客户那边是Oracle 那我们到时候再到那边去把那个 Driver那一行把它改掉 改成Oracle 其实让钱 再测试也没有问题 因为很早以前我记得 Oracle的这个价钱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公司可能没有那个预算去买这个 所以怎么办 先买一个便宜的 那个MS Seql 如果以前知道有Mys Seql这种东西的话 那就只有Mys Seql 测试也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我刚刚讲的部分 尤其那个Samp 也许可以先把它下载看看